这只狗狗在面对人类时总是把脸转向墙壁,不愿意和人类交流,甚至还会流露出痛苦的表情。 狗狗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才导致它变成了这副模样呢? 动物们都是有感情的,如果它们遭受打击,被伤害的不仅仅是身体,还有它们心灵上的创伤。 最近,美国的一个动物救援中心就解救了一只被主人虐待并遗弃的狗狗,它叫安吉拉。 安吉拉当时被解救出来时,她的身上伤痕累累,四周没有一块好肉。 她只好把身体蜷缩起来,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并且,工作人员发现,安吉拉不知怎么地很是抗拒与人类交流,哪怕仅仅只是对视都很难做到。 这样的状况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 工作人员试了很多办法,尝试和安吉拉进行沟通,但是都没有很奏效。 而且他们发现,一旦工作人员给安吉拉施加一点点压力之后, 她就会立刻把头转过去,不看工作人员,把自己的脸对着墙壁, 就像是在犯了错误面壁思过一样。 工作人员觉得安吉拉的反应很奇怪,于是便带安吉拉去咨询了兽医。 兽医对安吉拉进行了一系列检查后,发现安吉拉的身体已经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医生推测是安吉拉心理上有了问题。 根据相关人士透露,安吉拉曾经被多次弃养过, 再加上最后一任主人不但对安吉拉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虐待, 甚至最后还狠心地再一次抛弃了安吉拉。 于是,医生得出了结论。 安吉拉之所以有这样反常的反应, 都是被解救前所经历过的黑暗的生活所造成的。 这些痛苦的记忆永远地伤害了安吉拉, 给安吉拉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 让她的内心已经产生了对人类的恐惧, 一时间很难再接受与人类接触了。 工作人员看到她这样也是很心疼, 最后大家一起想出了办法。 既然安吉拉害怕与人类相处, 那就再找来另一只狗狗, 先让安吉拉和别的狗狗交流, 在同伴的感染下再尝试慢慢地与人类接触。 工作人员们精挑细选, 选出了一只有着相似经历的狗狗, 让她来打开安吉拉的心扉。 果然,这样的办法很奏效, 两个小家伙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 整天待在一起吃饭、玩耍、生活。 在同伴的带动下, 安吉拉也不再害怕人类, 还开始慢慢接受了工作人员, 并和他们亲近起来。 工作人员看到安吉拉的转变后, 就知道她应该已经准备好迎接一个新的家庭了。 于是, 就把安吉拉和她的小伙伴一起开放了灵养。 最终, 他们被一对年轻且富有爱心的夫妻一起收养了下来。 这对夫妻对安吉拉的遭遇很是同情, 并承诺会好好照顾安吉拉和她的小伙伴。 两个小家伙终于又有了一个新的家庭。 夫妻俩在乡下有一片地, 他们在闲暇时时常带着两个小家伙来到这里玩。 亲近大自然后, 更让大家的身心都变得轻松愉快起来。 安吉拉也愈发放得开了, 与主人相处得非常和谐。 并且, 安吉拉被领养后, 她在半年之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大概是主人们细致地关心和照顾, 让曾经有着悲惨经历, 郁郁寡欢的安吉拉, 重新得到了她的幸福。 已经恢复到能和邻居的狗竞争吠叫的程度了。 再也不是当初那个只会面壁思过的狗狗了。 真是太令人欣慰了。 在这里想要呼吁大家, 不要肆意伤害狗狗。 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上的伤害, 都有可能对他们的一生都造成影响。 下一个故事里的狗狗, 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遇到了善良的陌生人, 并且得到了很好的帮助。 这家披萨店门口的草坪上, 蜷缩着两只流浪狗。 天气实在是太寒冷了, 还下着大雪。 两只狗狗的身上都被积雪所覆盖, 他们不停地颤抖着。 如果就这样度过一天的话, 肯定会被冻死的。 还好, 披萨店的老板是个心善的好心人。 他发现了这两只可怜的狗狗, 于是赶紧返回店里, 拿出了一些狗粮, 喂给这些饥饿又寒冷的狗狗们。 两只流浪狗这才缓过进来, 知道是好心的店主救了他们。 店主见两只狗狗有了生气, 才放心离去。 没想到, 两只狗狗也跟着店主身后回到了披萨店。 店主看了看屋外寒冷的天气, 觉得放任这两兄弟在外面不放心, 于是便打开门邀请两只狗狗到店里休息。 没想到, 懂事的小狗们只是在店门口摇尾巴, 始终没有进到店里。 好像是知道不能进去打扰到店主的客人用餐一样。 无论店主用什么办法, 就是用食物来引诱他们, 他们也不进来, 永远只是待在门口对店主摇尾巴。 店主无奈, 只能将食物拿出来放在地上, 他们才慢慢地吃。 一饭之恩, 让狗狗深深地记在了脑海里。 从这之后, 披萨店的店主就拥有了两个小跟班。 无论店主到哪里, 这两只流浪狗兄弟都会跟着店主, 伴起左右。 不管刮风下雨, 每天店主上下班时, 两只狗狗都会热切地迎接和欢送。 在大雪纷飞, 这样恶劣的天气, 兄弟俩还是在雪地里等待, 从不走远。 并且, 两只狗狗凭借着自己可爱的长相, 和对方神童部的动作, 吸引了店内不少顾客的目光。 顾客纷纷将这两只有趣的狗狗拍下来, 传到网上。 就这样, 一传十, 十传百, 两只狗狗成了网红, 吸引了不少慕名而来的顾客, 光顾这家披萨店。 披萨店的生意也比以前好了很多。 而经过了这段时间的相处, 店主也为他们的忠诚感动, 非常希望能够收留他们。 于是, 披萨店主就驱车四处打听询问后, 才知道了, 这两只小狗现在的确没有主人。 它们原本是附近一所工厂的看门狗, 因为厂子倒闭了, 才遭到了主人的遗弃。 店主在为他们的遭遇而感到难过的同时, 也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幸运了。 一时的善举结识了这两个小福星, 便下定决心收养下两个小家伙。 第二天, 便买来了一个豪华大狗屋。 在大家的帮助下, 店主把两只狗狗的新家 安置在了自己披萨店的门口, 还给两只狗狗买来了颜色艳丽, 款式漂亮的小围巾给狗狗围上。 店主还给两只狗狗取了好听的名字, 一只叫米米, 另外一只叫披萨。 而这两个合起来, 也刚好是披萨店的名字。 两只狗狗也顺利地成为了披萨店的吉祥物。 它们结束了原先困苦的流浪生活, 有了一个温暖的家。 我们不应该放弃那些深陷困难和痛苦中的狗狗, 更不应该随意地抛弃它们, 虐待它们。 狗狗虽然是动物, 但也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 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活动的生物。 狗狗们更是我们人类的好伙伴, 它们不仅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 也能给我们的心灵带来温暖的慰藉。 我们应该友善地对待它们, 就像对待自己和自己的家人一样。 一只忠诚的狗狗蹲坐在医院门口, 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离去。 原来,它是在等待自己的主人, 狗狗是人类最忠实的伙伴。 一旦它们认定了主人之后, 便会为主人献出自己的全部。 即使狗狗被迫与主人分离, 也永远都不会忘记主人的恩情。 眼前的这只狗狗正默默地蹲坐在医院门口, 向医生们投来赤诚的目光。 大家也都明白, 它是在等待自己的主人康复出院。 狗狗的主人是一名生活在街头的流浪男子。 几年前, 男子偶然在垃圾桶附近 遇到了这只同样无家可归的狗狗。 从见面的那一刻起, 男子便决定收养狗狗。 尽管他也过着无依无靠的生活, 但却愿意将自己找来的食物分给鸡肠碌碌的狗狗。 而狗狗也非常喜爱这位主人。 于是, 他们便正式成为了彼此的家人, 一起在街头相依为命。 虽然流浪的日子过得十分艰苦, 可有了狗狗陪伴在身边, 男子也并不会感觉到孤独和悲伤。 然而, 某天他走在路上时, 却不幸被飞来的小石块砸中了脑袋, 瞬间昏迷倒地, 不省人事。 好在, 街边的路人及时拨打了求救电话, 医生迅速赶到了事发现场。 就在大家将男子推上救护车时, 那只狗狗也焦急地跟了上来。 作为男子唯一的亲人, 他追随着救护车一路奔跑, 来到医院门口开始了漫长的守候。 大家为男子包扎了伤口之后, 又帮他做了全身检查。 这才发现, 男子患上了严重的皮肤病, 需要马上住院接受手术。 一连过了七天, 男子才终于恢复了精神。 而在这七天之内, 狗狗则始终守候在医院门口, 从未离去。 医护人员也贴心地为狗狗 准备了充足的食物和水, 方便他在这里继续等待主人。 男子病情稳定之后, 大家破例允许狗狗走进医院。 只见狗狗激动地奔向男子身边, 拼命地摇晃着尾巴, 并不停地嗅着主人身上的气息, 似乎是在向他诉说着自己的思念。 接着, 狗狗又窜进男子的怀中, 尽情地对着主人撒起了娇。 而男子也伸出手, 温柔地抚摸着狗狗的毛发, 回应着他的热情与关怀。 看着他们重逢的这一幕, 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动容。 狗狗与人类间的诚挚友谊, 总能带给我们深深的感动。 在繁华的城市背后, 生活着许多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画面中的这名男子也是如此。 尽管日子过得非常艰辛, 但他却丝毫没有感觉到孤独。 因为有一只忠诚的白色狗狗 始终陪伴在他的身边, 与他相依为命, 生活了很多年。 对于流浪汉来说, 狗狗不仅仅是一只乖巧听话的宠物, 它更像是男子的家人。 正是有了狗狗待在身边, 男子才能鼓起生活的勇气, 打起精神来面对残酷的现实。 即使自己不得不忍受饥饿的折磨, 男子也绝对不会让狗狗受苦。 在他的精心照料下, 狗狗的身体非常健康, 而他自己却十分地瘦削。 他们每天都会依偎在一起, 共同感受着彼此的温柔。 然而, 某天狗狗却突然消失了, 男子立马陷入了焦虑不安的状态, 急忙走上街头去寻找爱犬。 为了尽快找到狗狗, 男子联系了自己所有的朋友。 大家一起对市区展开了地毯式搜索, 但却依旧没有发现狗狗的踪影。 心机如焚的男子, 制作了许多寻狗启事, 将他们张贴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最终, 动物收容所的工作人员看到了男子留下的讯息。 原来, 狗狗失踪的这段时间, 一直待在安全的收容中心。 男子急忙坐着好友的汽车, 赶去收容中心与狗狗重逢。 只见狗狗看到主人之后, 立即兴奋地扑了上去, 并激动地在他的怀里活蹦乱跳起来。 而男子的脸上也写满了喜悦。 他紧紧地抱着狗狗, 与狗狗一起分享着自己的情绪。 接着, 狗狗开始舔视男子的脸颊, 似乎是想用这种方式来缠达自己的思念之情。 这时, 工作人员轻轻地按下了快门, 将这感人的一幕记录了下来。 动物与人类间的真挚情意总能温暖我们的心灵。 在过去, 我们也曾讲述过一则狗狗守护主人的故事。 一位老人突发恶极, 晕倒在地, 被家人们送进了医院接受治疗。 而他饲养的狗狗, 则忠诚地守护在医院门口, 一直等待了六天, 最终成功与主人重逢。 对这期视频感兴趣的观众, 可以查看我们往期的节目。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 别忘记订阅、 点赞和评论。 我们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动物们的感人小故事。 那么,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